欢迎收看五七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台北股市再度的站稳万六大关 但还是要靠电子大军帮忙吗 电子股今天重涨了兵符 电子成交比重再度超过了50% 尤其洪家军好厉害喔 红海大涨也带领洪家军向上的喷出 领军大盘开高走高 收复万六 可是台股依然面对一个老问题 什么老问题呢 那就是成交量很低 预估成交量今天 大概这几天都只有2000亿元左右而已 那大盘冲越线现在一定要靠量 可是量能出不来 关键是什么呢 今天电子股再度展现反弹的气势 有没有办法换回投资人 买股票的信心呢 马上欢迎今天来同学会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欢迎分析师王赵丽 赵丽哥午安 明君好 同学好 第二位欢迎分析师连前文 阿文赛好 明君好 各位同学 大家好 第三位欢迎分析师邓上卫 邓老师好 明君 同学们 大家午安 今天电子股回来了 今天电子股的成交比重呢 再度回到了五成 接近六成 但是啊 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为什么台贵股市啊 最近上涨没亮 跌也没亮 那今天大盘呢 有大涨 可是上面看到月线的反压 还是相当的沉重 冲关要靠量 但量迟迟没有办法等到的话 是否呢 要供月线 还要再一些些的时间呢 那关键要看谁 有没有机会看电子股 感觉有一点点亮的味道哦 因为今天台积电撑盘 高档整理的再生晶圆 也冲出了买气 台积电三星两家要拼扩产 半导体族群呢 先后的直稳反攻 对大盘是最有利的情况吗 请问赵丽老师咯 大盘首稳万六的关键啊 电子股涨兵符 那航运股只要的小助攻 就很棒了吗 那先看电子股的这个反攻条件 是什么这几天呢 你不要忘记了 台北国际电脑展 正式的开展 今天虽然规模小 可是厂商新品还是照发 包含了两大处理器龙头 跟绘图晶片龙头 超微辉达都推出了新产品 今天啊 早盘的时候呢 本来这个族群 有一点点寂寞 但五盘过后 却群起的反攻 尤其是欣欣跟景硕 ABF盘中拉抬 美系外资依然是看好 加码平等买计 那电脑展呢 亮点今年有哪一些 你要掌握呢 概念股谁有机会 请问阿文塞 看到今天元党个股 整理之后呢 再转强反攻 那就是1605的华兴 华兴啊 传出来说 他要这个处分 夜外的太阳能场 第三季有这个 处分利益进涨 他们车 这个天气车 内外的这个本业 跟外业呢 这个业外呢 都非常的不错 外资昨天又回头买华兴了哦 华兴今天亮灯工厂停板了 这一波攻势在起吗 上一次要冲50块钱呢 是无功而返 这次有没有机会呢 另外一档大牛是鸿海 鸿海慢跑 但是呢 战前高 无赢了 今天集团小兵 轮流的发动 有没有谁呢 有机会 跑在最前面 那车用同班股呢 还有办法继续的响叮当吗 请问邓老师 我要回来 捨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万六又回来了 今天的这个最大工程是谁呢 居然是电子股哦 其实这两天 我们都有在节目当中分析到 感觉美国的联准会 态度有一点点软化 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委员 那个会议的成员们呢 都抛出了比较歌派的看法 那等一下请教育老师来解读咯 今天大盘呢 是开高走高 最高攻到16169 那距离月线只差那么一点点了 今天大盘呢 中场是上涨140点 收在16104 量依然缩2130亿元 那今天半导体呢 是这个稳盘的工程 包含台积电收复了短军 联法科有瑞银说哦 手机没有大家想得这么差 这个真的是每天都有不同的解读 今天的股价呢还不错 那鸿海呢更是突破了109元 那键盘中最高攻到110 差钱高只差一块钱了 可惜的是啊 这我们的寿险双雄呢 受到理赔的金额 已经大于保单收入了啦 所以呢金管会似乎也觉得说 你们就增资嘛 就是要想办法给民众一个交代 那股价呢继续地破地 那我想先问一下赵丽老师哦 大盘今天有看到了这个 第一档反攻的红K棒 也攻回到了万六大关 但好的消息是哦 好的现象是 今天是靠电子股来反攻 那航运股也没大跌 就撑在那边 你觉得如果说 按照这个节奏来走的话 是不是大盘感觉 有越来越大家可以乐观 慢慢地回头买股票的迹象 对 其实没错 假如说电子股它可以领军 然后其他的传产股 甚至于金铜股它可以止跌 然后慢慢地震荡反弹 我想对于大盘的类股结构 其实它是好事的啦 那另外一个来讲的话 其实成交量也比较容易放大 不然假如他们是呈现 互相拉扯 其实成交量不容易放出来 那另外一个就是 当然最近的量 还是呈现萎缩的现象 那当然就是说 目前我相信大部分 基本上对于这个盘市 还是比较偏空啦 就还是有疑问啦 对 就疑虑真的是蛮多的 那其实我们一直跟大家讲 其实你看一下这些风险指标 其实它已经落化了 可是落化的过程当中 其实大家的信心 还是相对的一个脆弱 其实你看成交量就知道 那你像今天的盘面上好了 其实你看 昨天是不是杀电子 因为先反映 昨天的美股的盘后电子很大跌 那今天又换拉电子 又反映 今天NASDA 其实你说盘后真的比 道琼有涨很多吗 并没有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 FED的稍微有些官员 比较鹰派的变成稍微割派 对 所以大家想 那电子股应该有机会 所以一对不然 其实说真的 今天盘后 其实NASDA盘后跟道琼的盘后 其实差没多少% 大概了不起 差个0.3 0.4而已的涨幅 所以我想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好 那等一下我们会针对这部分 来跟大家讲 那台子股的部分来讲 当然外资是一个进多单 那最近新台币也慢慢的 比较走稳 稍微有震荡升值的一个情况 只要新台币不要再持续的贬值 我想对于外资的现货的部分 或者它的心态 相对上来讲 应该会比较偏多 那另外的 还是在这些 就是说台股的关键 能不能指数再往上冲 我想还是这些的一个族群的部分 就是可能你强势的族群 人气不能断 因为不然股民们 想要买股 要看到你有转弱就缩手了 那有没有可能科技股 成为反台的极限风 就要看这个联总会的态度 升息不要再这么激进了 肺的大鹰派怎么突然变歌了 昨天讲说 可能9月份会传出升息 还有这个英王路易 圣路易的布拉德 认为明年有降息的空间 这位是英后是堪萨斯的乔治 六 七月升息拉玛之后 看通膨情势改变政策 然后昨天最先讲的是 这个亚特兰大的这位委员 9月暂缓升息很合理 如果这么多的英王英后 都放歌出来的话 那科技股真的有机会捡到枪 半导体部分基本面没变 这两天拜登去南韩的三星探访 那三星也拼命的拿出肌肉 来证明他们真的很厉害 好棒棒 五年要扎3600亿美元 拼半导体三个No.1 锁定NAT晶片的滴润跟晶圆代工 而且现在时尚最大的手笔 要比五年前大增三层资金 设备需求扩大 所以加登凡宣受惠很大 今天这两档个股 其实他们基本面不错 那股价没有太明显的表现 但还OK站在盘上 反倒是再生晶圆 它位阶算是比较高 要说它的高档整理的 今天又开始有买气出来了 老师你怎么观察呢 对 等一下我们会针对台积电的部分 供应链来跟大家进行说明 那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说FED的一个风向来讲说 有可能传出所谓的一个转变 那当然偏格派的部分 其实他们认为就是说 其实这个地方的一个升息 那他认为有可能到九月份 九月份六七月升息各两码 那到九月份有可能看一下 那一次应该大概不会升息 然后看一下 是不是通膨的部分来讲 是还是维持在相对高档 还是真的有比较降下来 再来决定未来利率的所谓的决策的一个部分 我想他的看法是这样子 那他的部分来讲 当然他觉得赶快升息 那万一景气不好 明年还可以降息 对 他的看法是这样子 那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基本上来讲 都比之前来的稍微的偏格派好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就是说这些讯息出来之后 其实在昨天我也拿这个 FED的视频的部分来跟大家讲 其实你有时候要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那市场是觉得怎样 怎么样反应呢 对 没错 就是说假如这个消息出来 市场根本没有人在理你 那其实当然这个 有可能是假的讯息 那假如说你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你的FED的部分真的有变化 那你就可以稍微的比较相信 认为他们讲出来 未来有可能会执行的概率 相对会比较高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其实这个是今天的一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 它已经降到2.5到2.75 在今年12月份 12月底的时候 预估12月的利率 这个区间 对 没错 你看一下它是有降下来的 就是说它的几率来讲 它是出现了多了 所谓降码的一个部分 那它维持你可以看到 大概2.75到3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也是2.75到3的一个水准 那当然这个也是2点 这个写错了 也是2.75到3 就是说其实之前来讲 有可能是3到3.25的一个水准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确实市场上 因为这样的言论出来 因为你跟前一天来做比较 确实降了一码 所以就是说市场认为 其实偏割派的部分 已经慢慢的形成 可能是值得参考的一些看法 对 不是说一定会这样 可是市场慢慢的会再反应 那假如是这样的状况之下 其实之前跌最深的 因为升息的部分来讲 导致它的评价向下修正 最大的这些科技股 它当然就会有机会 来出现所谓的一个反弹的走势 那另外一块 其实我觉得当然 它的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他认为提高利率 不能解决通膨的问题 不能完全解决 因为这一次的部分来讲 当然有一部分是因为攻击的问题 或者是战争的问题 这个也是算攻击等等 所以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通膨 那其实我跟大家 其实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这次的状况 比如经济学 也不是只有这样 你觉得废德的官员不知道吗 肯定也知道吧 就是说我真的把利率 升得非常高的状况之下 其实真的会压抑到通膨 供给链的部分 你没有办法因为升息 而去改变它 可是你这一部分会改变到 所谓的需求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官员的部分 也不是贩担 那前几天我也跟大家讲过 其实大陆的部分也是一样 当封城等等这一些 真的意识到需求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也出来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假如真的 他们为了控制通膨 而把经济从 他们最希望就控制通膨 然后经济又不会影响 不要影响太大 还是可以成长 不要说经济真的变成大幅衰退 我相信每个官员 不希望这样子的 所以我会认为 其实他自放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我觉得应该市场 对于利率决策的部分来讲 会慢慢的偏向比较隔派的 感觉市场是正面反应 对 没错 那这些风险指标 大家有没有看 其实我们之前都跟大家讲过 美元也慢慢的开始出现滑落的情形 那十年期公債殖利率的部分 也是这样的现象 那当然就是说 有些东西的解读 我是这样认为 像现在有时候盘面上比较不好 其实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已经下来 殖利率上去的时候 大家认为 会对所谓的平价的部分产生影响 未来通膨压力很大 对不对 就不好 那看空的现在跌下来又跟你讲 因为未来的景气不好 所以它的利率 大家就资金又去避险 对 最累的往这边跑 对 就是涨也是利空 跌也是利空 乔驴这样认为 你就不要看这个指标了 怎么可能说涨也是利空 跌也是利空 不可能 我的意思说 基本上来讲 它一定有一面是对的 有一面是错的 那我的解读是认为 基本上来讲会比较好 因为毕竟 所谓大家对于未来的升息的部分 其实这个对应到刚刚看到的 对于未来升息的部分 确实也有比较减缓的一个现象 日元的部分来讲 也是趋于升值 那恐怕是指数的部分 也真的都还没过高 那比特币也慢慢的走稳 那所以我觉得 其实以现在来讲 其实这些指标 只要慢慢的偏向正向 其实这个大盘 它应该还是在 持续震荡反弹的一个过程 指标 现在最新的线型的指标 已经趋向正向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美股的杀手 科技股的杀手是 已经公布上一季的财报 很烂就害得美股 全部跌得血流成河 到底要不要 这么样过度的反应 对 没错 有时候 其实我觉得悲观的时候 一些标题真的会吓死 会把你吓死 一个snap而已 它既然标题可以说 我刚才说老师说 我们台湾人有在用那个snap 很多人都还不知道snap是什么 好 来 财色暗蛋 点爆了经济重大的起床 我问大家 snap是什么公司 snap是一家从来在亏钱的公司 你今天假如说它是Meta 赚钱赔钱就算了 他都还在 就是一个类似新创的公司而已 所以它的重挫来讲 当然它也导致了一些 NASDA 100的成分股出现了 今天收盘出现重挫 不过我觉得这个真的影响性 没那么大 大家也不要 这个就是有点类似Space的公司 一些新创的借壳上市的公司 但是最近其实这些股票也真的跌很重 那慢慢的 他们假如可以索吻 对大盘来讲是好事 那Meta的部分 当然今天也跌了7.6%的一个水准 可是 被它害到 对 没错 被它害到 那我问大家一个东西 它的本益比当然之前比较高 那今天修认到现在来看到 本益比大概接近15倍 我的意思是说 假设以15倍的本益比来看的话 其实你觉得短时间 它还会重挫吗 机会相对上来讲 你这种软体公司 本益比不该是这种水准 没错 就是说已经15倍 相对就它的历史 这一波段的高点来讲 其实它已经腰斩了 已经真的腰斩了 所以我的用 来到15倍的状况之下 其实不容易在出现短线上的 一个连续的一个重挫 那推特的部分来讲的话 当然也跌5.5% 那推特的本益比 相对就真的比较高 它的本益比 大概125倍附近的水准 收购等等 所以股价相对一场来讲 这一阵子还比较强 那NASDA的部分也是一样 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 真的不是那么重要的公司 其实去标题下说 这个会引爆整个经济的状况 其实成长趋缓的部分 其实大家已经都 已经有这样的感觉了 那是不是衰退 我想大家 当然股价这一段的跌 我觉得其实有部分 在反映经济衰退的一个层次的 好的确 这个一些新创公司 是有提前反映经济衰退的 一些风险跟疑虑 可是赵阳老师 今天提这家公司 我觉得蛮有趣 你之前有用 这是前年的疫情受回股 股价大涨之后 回落的速度也很快 那你今天挑他出来讲 原因是他昨天是出量大涨的 难道他有什么样的转机吗 对应在盘面上面 有什么样的现象 大家可以留言 对 没错 赢的部分来讲 其实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他真的没那么严重 论的部分来讲 其实我会跟他报告 就是说一些 有竞争力的公司 其实他的股价当然也中错了 也是腰斩在打折了 目前的本预约大概21.5倍 昨天的股价出现大涨 昨天NASA是跌的 可是他还是大涨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有些因为你会认为 疫情 所谓社会疫情的股票 这些远距的等等这些 你会觉得好像挂了 对不对 可是人家说 它其实有新品的产生 就是说 我觉得有些有竞争力的工 但我不是叫大家去买 而且说当你这些公司 不是有些公司不是 好公司不是说 景气下来他就挂了 他一定会去创新 那有机会搞不好 人家痞疾太来 也是有机会 所以我觉得 其实对于很多的股票来讲的话 基本面好的 未来涨幅相对比较好的 其实大家不用过度悲观的 但台股的问题就现在 没信心 这个寸券划波重感月 居然来到了 这个12年来的最大的减幅 对 没错 你看今天又来了 又四大街空 又来下来就凋替了 又来下来 结果今天又涨了 对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就是因为四月份股票不好 所以这一些相对上 所以这个是落后指标 这个连同事 对 所以我们就不用 只是说 这个只是表现出来说 大家真的非常的害怕 只是要跟大家讲说 其实现在市场 真的还是蛮恐怖的 好 那另外一块来讲的话 对 喊买市场 这个标题我真的觉得 有黑人问号 对 人家可是人家很有吵死 人家敢这样喊 大家都喊 逆风而行 对 他可以这样喊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一个逻辑 他最重要的逻辑 好 那其实他最重要的逻辑就是说 就如同之前所提到狗与主人 就是说你的股价已经跌了一大段了 你的基本面也已经下修了 可是未来只要有好的 利多的一个反应 就是说 痞疾太来的时候 就容易带动他的股价 出现比较强的一个反弹的走势 我想他的看法是这样 那当然他也从购买的意向 他认为快接近拐点 所以他认为未来的手机的部分 在下半年之后 应该会出现好转的一个情形 好 手机部分下半年会慢慢的好转 那很弱的跟手机相关的 IC设计族群 有没有办法痞疾太来呢 还是现在这样还是要找比较缺货 然后走势比较强的来做观察 其实今天的盘中 其实突然间指数会拉起来 我刚刚报告 其实IC设计类股也是贡献的 因为你IC设计类股我报告过 就是说这一波其实指数 见底之后的一个反弹 IC设计类股来带动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盘 假如要再创高 肯定IC设计类股 这部分还是会当指标 那你就观察一些 这里面的一个族群 来进行轮动的一个操作 里面的族群 我们今天看到好几档个股 是很强势的在做轮动 大家如果要掌握这个节奏的话 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跟赵丽老师稍微的询问 加一个赖跟老师 讨论一下你手中股票的问题 车用部分感觉也是有轮动 前阵子强的休息 不过今天有一些个股 还是依然强势表态 对 没错 我想车用半导体的部分来讲 车用的部分 它也是一个盘面上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主轴 当然也包含了这些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其实在半导体这一块来讲 其实就举例几个 今天最强就这个了 对 就是深阳办 中沙等等这些的股票 你看一下 其实前四月的营收来讲 当然都是年征的 其实基本上来讲都不错 当然深阳办是因为有 外市的一个买超 中沙的部分来讲 是有投信的一个买超 我想问今天这些再生金元涨了 明天还会 如果不是他的话 会换成谁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假如再生金元涨的话 其实细金元的部分 应该也有机会 你比如说像台胜科 环球金 中美金等等 这些 另外的因为他们也是台积电 供应链 所以我觉得你比如说像光照 你比如说像加登来讲这些 你像加登这一阵子以来 投信也大概站在买超的一个动作 其实月增率来讲说真的也不错 手机来讲 EPS跟去年同期 也是呈现大幅度的一个成长 第三代半导体的部分 这位阶级比较低了 对啦 就是也都盘面上的属丛 可是就是说你操作 比如说像汉的这种股票 它比较投机一点 你停损停地要设定好了 台雅的部分我想可以留意 另外的贸系的部分 也是相对上来讲是表现比较强的 好的 今天教育老师针对联准会 最新的几个重要委员的态度 告诉大家 假设后市场的气氛慢慢转好 有可能升息的脚步稍微放缓的话 科技股有机会迎来反弹的力道 但是科技股要怎么样来挑选呢 肩盘面上面半导体当中的再生晶元 涨了再生晶元扩散出来的效应 假设电子股能够继续强弹的话 很多落后的族群也有机会来跟涨 如果损对操作这些个股 这个停力停顺点怎么设 有难度有困难的话 可以参考画面上面 我们赵立老师的大头娃娃 跟老师加一个like 扫一下QR Code 把你的持股问题记得送个贴图 或是加个一跟老师打招呼 老师有空的时候 再跟大家来做进一步的分享 还有讨论 关怀来一下 大盘今天手稳万六 除了电子股重涨冰幅是关键之外 豪运股人气也没散 今天是围在平盘附近 只要有小助攻的话 整体大盘的结构都没有改变吗 电子股最近还有什么题材 就是在台湾热烈举行的台北国际电脑展 好多厂商规模虽小 可是新品颁出来是相当的积极 有什么新亮点可以留意呢 关怀来请问阿文塞 学习下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电动车在台北股市当中 这个热度还没散 可是为什么领头羊特斯拉 最近都有点鼻青脸肿的呢 特斯拉股价 昨天又跌了6.9% 已经跌破700元大关 今年以来重挫了41.7% 要不要担心 因为马斯克最近负面新闻好多 买推特也卡关 阿文塞讲的 他旧新闻骚扰空姐 也被拿出来骂 但是有这个时候 这个木头姐 去年这个方舟资本的木头姐 它却是抄底摸底 方舟资本砸1070万元 够1.5万股的特斯拉 是今年2月以来 女股神首度的加码 它会摸底成功 还是摸到大白沙呢 不知道 特斯拉的问题 等一下来请教阿文塞 但我们先从这个 整体的美国股市来问 好 老师其实你这两天 都有提醒大家 美国的通膨有点点 触顶的迹象 因为从这个房价来看 似乎联准会态度松动 也是其来有志 对 我们之前的话 是规划就是说 最低点已经过去了 但是你要V型反转 不太可能 一般来讲的话 是底部越电越高 又扩顶 所以跌下去了 今年又反弹了 大概就是越电越高 然后它是涨涨跌的一个模式 为什么这样推论就是说 我们说狂鹰也低头 这个东西我们讲很久就是说 其实从各项指标来讲 这个所谓的不会升三码 六月两码 七月两码 之后的话大概就是一码一码 就不会再三码以上这样一个水准 所以这个升起的空间不会很大 狂鹰的空间不是很大 所以再跌的空间不是那么大 但是问题要V型反转的机会 还是要靠TESLA 因为它最有想象力 还是要靠股王就是苹果 苹果如果拉不上去 TESLA拉不上去就是整理格级 那就是各别股表现 还是这个模式 为什么我们讲就是说 狂鹰也低头 至于现在所出现的所有东西都是 以前我们大概意固会有这种模式 所以他没有那个话可以讲 因为经济衰退太严重了 你看我们之前讲的是乘户销售 就等于二手的 那下法速度很快 你看两个月的时间 本来在这个地方 然后上个月是这样 这个五月份就等于是三月份 四月份 五月份 这个下降的速度很快 这个已经是所谓的 这个五月份的水准你看 把这样划过去的话 已经是几乎是最低的水准 以前最低的水准 那你说新屋已经摔就这样的话 你认为房屋的价格 还能撑得住吗 它是落后指标 但是它是撑不住 还是会下跌 通膨的压力还是会减轻 因为这个房屋的价格的话 占通膨我们刚才讲过 就是跟房租一样 合解32% 32%这个销售是这样 那房价一定会跌 房价跌的话 那个通膨的压力就会减轻 所以我们那个狂音 也低头也这样 你看未来的所谓的这个 这个市场的这个东西 叫经营人指数PMI PMI是出口什么 大多很多订单的什么阶级 纵合指标 所以它既有前瞻性 它不是落后指标什么 整个这个蓝灯 荔灯什么灯 那都是落后指标 你现在25号公布的是上个月的 5月25号公布的是四月份的 那是落后指标 先行指标是PMI 你看这个PMI开始下降 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开始下降 这个欧洲也是这样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美国第一季的GDP是-1.8 第二季可能季成0.6 那这样合起来的话 一年能够成长2%吗 除了下半年的话 大幅成长否则能成长2%吗 那就很困难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你如果日期升三马那种 那种狂音的话 这样的一个水准的话 可能摔退会更严重 对 所以越伦讲过 停滞通膨 你这样如果打的话 会很严重很严重 所以我们认为狂音的 空间不是很大 所以未来升息的幅度 就不会太大 而且中国也是问题很大 中国目标是5.5 第一季4.1 第二季的话 现在估计的话可能是2.1左右 你可以发现整年度 瑞影从4.2降到3% 虽然你大陆说我要5.5 但是以前大家估只有4.2 那现在是3% 那小摩 摩根大通的话 估3.7 跟你5.5的话 这个目标真的差距非常大 所以刚才赵丁也讲过 连哥派的这些的话 他开始在讲话了 所以这我就不再追溯 沿者上就说 我们第一个重点的话就是 这个经济的下行风险很大 对 如果这个时候在狂音的话 那硬着陆的机率非常高 这经不起这种硬着陆的压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个人认为 未来鲍尔的谈话 都会很小心很小心 所以狂音的力道的话 越来越弱 对这个所谓的美股的一个 打击的力道的话 会越来越轻 似乎美股当中的几个指标股 已经受到这样的一个经济下行 风险的影响了 昨天科技股大跌 就是因为Snapchat 跟这个社交软体MAT大跌 也让美股的科技股的预证法力 对 美股要涨的话 还是要靠Tesla 还是要靠苹果 那怎么说呢 因为最有想像力还是这些股票 那我们说安卓系统的手机 现在是非常的严重 但是苹果手机还是卖得很好 还是维持一定的水準 所以苹果要赶快上来 而且苹果也说他六月份 要有个WWDC 对 那会议的话 看能不能把那股价支撑上来 昨天Tesla大跌的话 就是被法人的话把它降平等 我们本来一股今年大概150万台 大概140 150 他把它降到120 那获利从12美元降到9.3 所以Tesla如果跑不起来的话 美股要到复扬升的机会的话 不是那么高 所以苹果跟Tesla是观察重点 那如果Tesla跟苹果没有大涨的话 那就是小倩逊 那就个别股表现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发现 之前我一大堆Wallmart Targate 一大堆这些所谓的 美西百货很多 都大跌 但是Best Buy的话也是不如意期 大概涨1.21 我已经跌过了 你们之前再跌我就跟着跌 现在我公布朝报表的话 我已经利空出境了 没有那么差大 已经开始反弹了 所以国际间已经研究航空股 研究容量股 研究所谓的各种股票 其实最稳的发现 能够这样一直 这个这样 是航运股 这样的话 还是所谓的日本的航运股 所以我觉得说 日本航运股的话是很强 日本游船的话 船两个月来的新高 船一汽车是13年 11个月来的新高 所以再怎么样 都会有个报復性的出货 所以现在就是还没有看到 那个报復性的出货 但是我是觉得 如果说那个报復性的出货 三波段 慢慢呈现出来的话 我觉得航运股 它现在其实很高 但是现在航运股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昨天有讲 就是塞港一些问题 没有那么严重 最重要是说 它常常跟电子股是悄悄般 这个魔咒一定要弄开 不能说电子墙航运就没有 电子大跌的时候 有时候航运就会大涨 所以变成敲敲板要涨的话 大家要有那个力道 这边来撑船长 这边来撑电子 两边把整个大盘子都撑住了 我觉得那气势早会强 不然你会发现说 电子股跌 航运股涨 电子股会抢的时候 航运股就跌 这种敲敲板的模式的话 其实对整个盘式的一个 往上推升的话 我觉得这个模式的话 不是OK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 专注一下电子股 今天电子股是在大盘当中 撑起整个盘面的一个要角 有很多的讯息 第一个是联总会各派的言论 可能有助于电子股稍微的 直吻之外 台北国际电脑展 其实这几天在国内开展 因为今年规模 比较小疫情的关系 但厂商我看推行品的速度 跟数量是不比往年 对 我们这样讲 今天其实美国股市 高科技的股票是大跌 刚才你看到Snap什么所谓的 META的话跌大跌 但是今天电子股是很强 我觉得台北国际电脑展 带给整个电子股的希望是有的 所以今天为什么会比较强的话 其实是有的 也就是至少 虽然过去两年的话都是怎样 都是视讯会议 都是在那边看 现在有实体让你摸 所以这次的话是恢复实体的 就5月24号到5月27号 其实第一天消息不是那么多 但第一天的消息的话 可以发现 所有台积电的无奈名的客户 你会发现的话 请潮而出 请潮而出 也就是那个商品请潮而出 我们这样讲就是说 为什么台积电 我们说手机摔退1.6 这个个人电脑PC摔退7.7 电视摔退5% 都是在摔退 我们昨天讲说 为什么台积电能够成长30% 就是HPC的一个问题 HPC就是会打跟AMD 或是恩智谱这些来推这种东西 你可以发现 他们推东西把5nm整个冲得非常高 我们一个一个来讲 这是联发科 联发科的产量的话 增加不多 因为它收线手机 因为它有5成的话是手机 对于台积电来说 它的产量没有很明显的增加 对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AMD 它的比重的话大幅的增加出来 也就是说AMD已经很强了 下给台积电单子很多了 但是现在又推了更多的东西 集中在台积电这一边的话 它要成长更多 所以联发科手机 PC的部分它没有下降 它是持平而已 但是你看高通 高通从三星来台积电的 所以它增加的幅度也蛮大的 增加的比重也蛮大 这些都是让台积电 今年增长38% 明年增长18% 最重要的关键 你看这个辉达 以前从三星 现在回到台积电 比过去的话增加更多 下这么多单 所以变成说你可以发现 主要的客户AMD增加了 高通也增加很多 这个辉达 更多 增加更多 所以为什么它营收能够成长30% 理由是在这地方 我们来看五奈米 三奈米出来的没有 还没有 对不对 现在是五奈米 有一种叫四奈米 四奈米跟五奈米是一样的 只是这个节点里面 把它稍微加强版而已 但它还是属于五奈米 四代的 你可以发现 它大概如果这边还算的话 大概原则上是60左右 因为它是算它的尺寸 你可以发现 大概原则上去年大概是这样 那今年不是疫情 不是封城 不是什么塞港 不是什么美国的经济不好 什么一大堆 五奈米 主力是在五奈米 因为现在税先进来 没有三奈米还没有出来 五奈米在今年的话是这样 所以变成这个五奈米的话 比去年还多增加了这样子 不是 所有这些品牌 对五奈米的需求是暴增的 对 还是增加了这么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其实为什么台积电的营收 持续成长就是在这个理由 所以台积电它的成长是这样 恩赐普也推了新的晶片 这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讲 所以原则上是这样 辉达昨天推了一个东西的话 五师姐从来没有的 冷却系统 因为台积电它有个冷却系统 冷却系统就说他们可能因为水 会花了数百万的家人的水 但它现在是这样一个水 这个过热了 因为你一直发发发水就变热了 它就循环 寻找到一个冷却系统就变冷了 它就循环再回来 回来再继续用 再继续用 然后上来就一个循环这样 循环就不用用那么多水 所以它少量的液体的一个循环 昨天NVIDIA推了这个东西的话 随着系统的话 更上一阶层 比过去的话更上一阶层 这个可能对台达电或双红 这个布局HPC的很好 这有机会我们再相信报告 那超纬的部分 对 那超纬昨天推了这个 既然是比英特尔多31%的效能 那下史它的市占率的话27.7 跟去年比率增加7个% 本来28现在变成27.7% 它昨天演讲 他们的事实上演讲说 创造值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创造 而不是等待 所以即使现在有疫情 我们继续冲 继续冲 所以你看 益状昨天有推一个东西 有 好多 他推一个低论 他说你们的低论是这么大 我的低论 然后后来有人改进这么大 后来有改进 我大概就这种水准 这个水准的话比一个铅笔 比一个铅笔的话更小 这个东西的话 也是最小的一个封状 这是没有插针的 所以原则上这个低论的话 是非常小 使用量就很多 但是你的功能会非常强非常 这就是一个陷器官你知道吗 小小的辣椒就会辣死人了 你不用去吃一大堆辣椒 你只要一颗小小的辣椒的话 就已经冲上天了 辣到冲上天了 这个意思是这样 就是说小的东西的话 功用非常强 昨天他发表很多很多东西 其中有一个东西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是觉得说 其实是满有竞争力的 好 其实看起来 这台北国际电脑展几个新品 今天盘面上面都有有效的 发挥它的作用 一档是这个 刚才NVIDIA推出了新的水冷 省水的一个冷却装置 散热的霜红 上周很强 反正这两天休息 今天又有点转强的味道 今天一开始反正这样 后来就是因为有这个消息出来 马上就冲上去了 因为这水冷系统的话 其实说真的是 未来4 5G你的制药更多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一定要需要这个东西 辉辣发现这个晶片的话 对 这些很有利 不过有时候现行上的话 是刚开始反弹 跌破156块的话要小心 不然的话还是可以自己操作 逸创 逸创的话因为它推这个东西 而且其他不只推这个东西 大概有四种东西 我们看这个的话 今年的获利是成长最多 因为到目前为止 营收各方面成长最多 所以其实它在电子股里面的 现行的话还算比较好的 对 原则上我们来看投信的部分 这类型的股票的话 其实慢慢的话 下面把它转成投信 预创那边的K线打成投信 对 还是要看一下筹码 筹码如果说来助权的话 对于股价上攻的走势 就会更加的有利 投信来 切一下给澳门塞 来 这边 这边也是一样 就慢慢就是 所以原则上的话 就是跌破63块的话 就是可能要小心 但是我觉得说 这些东西的话 在台北国际电脑机 你看推出来的新品的话 这值得我们做一个考虑 参考 Computex会延续一整个礼拜 我们今天时间不够 阿文塞都还没有讲完 好多的公司的新产品 会陆续的跟大家来做介绍 那这些新产品 也联络到台北股 是很多相关重要的 关键的零组件个股 有没有机会 因为新产品的发动 股价有一波行情 参考画面上面 我们阿文塞的大头娃娃 跟他扫一下QR Code 加一个LINE 直接跟阿文塞 贴个贴图 打个招呼阿文塞 产业的最新动态 会在里面跟大家来做 进一步的分享跟讨论 阿文塞讲到了 美国股市当中 Tesla要先指稳 这是人气的主流 最具有想象空间 Tesla最近休息 但台股当中的车用概念股 依然是持续的响叮当 同班股 有人休息 有人继续点火 不过今天车用的这个 最大的这个头条 就是要看1605的华欣了 华欣为什么今天 工商的涨停板呢 难道工市又要再起了吗 请问邓老师 休息下 搜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现在问头证 想要买什么样的股票 我觉得多数人还是对车票 比较有兴趣 因为车用概念股 未来前景成长无限 那我们看一下 最近很强就是一些 车用的小标股 搭上了中国大陆 汽车下乡可能不是一个 正确的讯息 但是官方贴补 补税顶汽车业是确定的资讯了 大陆车施复苏 东洋利青受惠 今天这个坐车灯的利青 光导的涨停板 其他人先休息 换他来上 那汽车零组建五月份标速 高档有猫腻吗 耿鼎近一个月融券大增 今天开始被关了 有没有可能会稍微降稳 但如果说 他在被关期间股价不跌的话 该不会出关还有行情吧 大家看到如果耿鼎的 多头没有走完 提威西新胜利 今天的股价都有一点出量之后 冲高之后被打下来 难道就走完了吗 老师我想问一下 不过在讲这些个股之前 我们今天来问一下 大家都问最多的是 1605的华新 是 华新前一阵子 四月份涨算是因为它 去投资印尼的逆况 对不对 然后要来拼电动车电池 股价要冲高之后 稍微的回落休息 今天有一个讯息是 他把美国的太阳能子公司 给卖掉了 所以第三季 有这个业外的收益进来 这个讯息有办法让他兼功 要涨停板吗 老师 我想现在市场上就是 哪一些股票有利多 然后股价又整理过一段 刚好法轮就会进驻 当然以华新来讲的话 它的基本面也不差 第一季赚1.12 然后把这个子公司太阳的卖掉 驿注会2.88亿美元 换算起来 其实贡献的EPS会超过2块多 可是市场上说 为什么大概会贡献1块钱以上 因为它第三季有增资3亿股 所以它除下来 至少会多1块钱出来 至少 所以我们看到 当时我们在讲华新的时候 这也是我们在同学会讲了很久 讲了这一波之后 这是4月份的这一波 那开始回来休息 各位发觉到季线都是利手的 对不对 那拉回来休息量就缩了 对吧 然后等到指标又再度低档交叉的时候 你发觉到 这一波台北股市在破底的时候 它季线连碰都没碰到 那加上这个利多都往上供了 可是各位 它会不会很快就供过50块 没那么容易 这是不容易了 因为毕竟它在这一段时间 其实涨蛮多的 如果可以的话 各位看一下月线 好 我们看一下华新的月线 月线 好 这月线图给老师看 其实华新上一波急供 也是因为外资大买 从这里到这里是涨了3.7倍 吓死人了 这个地方是10块钱左右 也就是说 它是涨了3.7倍 所以明君这个叫做 基齐在哪里 高 是高 基本面不错 可是基齐高了 所以你现在只能用 这个所谓的区间操作 但是你看一下2317的鸿海 好 我们看2317的鸿海 今天好厉害 我们看一下日月线 从月线来看也没问题 月线其实你看鸿海 这一波它从去年 最低657到这一段 是涨一倍 然后这边整理很久了 为什么这一波大盘跌三千 它不会跌 因为它在这边整理了多少 整理了一年以上 然后这条线趋势往上了 所以你就发觉 今天大盘在跌三千的时候 鸿海反而会涨 包括你回到鸿海的日线 你看你吓一跳 今天又冲上去了 差点要来挑战前高 每天慢慢涨 它就每天慢慢涨 所以这个就是给各位去判断说 华欣它虽然有这个利多 业外会液注一块钱EPS 但是它的机器高了 那你反而发现鸿海 它这个慢慢走慢慢走 反而它的机器是低的 它机器是低的 那今天更刺激的是这一档股票 真的 我刚才看那个周转率出来了 既然高达134% 什么意思 就是转手很快你知道吗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手 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降波图 今天跟昨天也差不多刺激了 刺激吧 这里买这里冲 然后这里买来买去 就是换手很快很快很快 因为它阻力够大 阻力够大 那你看1524的梗顶 1524是今天开始被五分钟 它被分盘交易了 所以基本上就 一定会量萎缩得很快 然后你再看152的提威锡 提威锡1522 你会发现它今天开个低盘之后 它就维持在盘下 Range不大 那为什么 你说它的卷支比 梗顶有62% 那这个提威锡有31% 然后新胜利有30% 可是各位这个月 梗顶涨了一倍 关五月份 这个涨4成 这个涨54% 那现在也就是说 业内的阻力也好 反而各位去看昨天 新胜利买超最多 法人买超很多 对 外资都进来买 搞不好今天就卖了 因为做很短 所以它周转率很快 但是各位一定会想到说 东洋 每天买啊 因为它不是把它当成 当充隔日充标准 它是要做一个波段的布局 所以做法是完全不一样 老师那你这样讲的话 新胜利的这个周转率太高 盆中的阵幅太大 反而短线客多 那提威锡甚至有 比较有机会像东洋一样 是法人买来走一段的 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来看K线 我再给各位看一下位阶 好 新胜利的一样看月线 我们看一下月线图 月K 好 请问这里跟这里来比 它机齐高还低 高 所以它不会做很长 它会做很短 甚至当充隔日充 你看1524的梗顶 一样月K 1524的梗顶 这个更是在天上 5月份还没结束 5月都肯定是报大量 好可怕 跟新胜利一样都报大量 你再看152的提威锡 1522的提威锡1522 等一下1522 好 来 来 都是报大量 好 告诉我 这里机齐是低还高 低 因为高的机齐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说 新胜利赚0.6 耿顶赚0.35 可是提威锡赚0.88 赚最多 所以你不是看今天说 老师今天提威锡跌 你要看是它5月过后的 6月它会不会 再来一根大肠轰K给你 对 当然是挑提威锡 是 是以这样的角度 去看未来的行情 好 车用概念股 刚才在表格当中 老师已经点名了好几档 那我们快速跟同学来介绍一下 如果说你有问题的话 可以参考画面上面的这张CG 操作建议呢 怎么介入 怎么停损 都要记得严守执行 另外呢 也可以参考画面上面 我们邓老师的大头娃娃 跟他加个LINE 小小QR Code 车用族群 这个小标股或文件股 怎么买的话呢 怎么操作都可以请问 邓老师的最新看法 记得要跟老师打个招呼 按个贴图 然后加个LINE 塞个HI 老师资料就会送给你啦 那老师我们赶快用K线来观察 好 我想现在的鸿海 就是沿着五日线之宫 所以我们从昨天就说 你知道五日线买 停损就设104 现在再提到106了 如果有鸿海你停一点 一直往上移 对 好 以胜KY 那以胜整理结束了 你发觉到 洪家军轮番上阵 昨天不是台阳涨停吗 今天换正达 还有阳城 对不对 可是各位你要看的是 它后面的动作 这个底又出来了 三线纠结 法人也是在吃货 所以你发现 今天的以上也很强 我早上印图才60块9 也是最高冲到631了 这档也要注意一下 好 这个车用的大翼 那大翼我早上印图 就说这个缺口 如果来到40块附近接就OK 结果你发觉到 它真的达到40块附近 40点几 你这里接就安全 否则你不要再44块接 再插得快一成 那仓佑也是这个缺口 各位注意 缺口都被封闭了 那就不可能 如果在缺口的1分之1处 顶住了 抢个短线你看 它这个缺口 稍微点一下而已 又撑住了 好 耿鼎刚才就说 耿鼎就我们刚才提到了 因为分盘交易 那可能大家仔细观察 解禁以后 有没有力道 但是东阳你发觉到 法人不离不弃 一直买 它就是慢慢走 所以回五日线附近 就可以分批布局 你说新胜利可能 筹码比较乱 你短线就是要做得快 而且要注意 今天的法人买卖超 会不会昨天买那么多 今天倒出来 昨天是外资买3000多张 对 会不会今天就倒出来 那我们刚才告诉各位 因为它基期高 所以它会做很短 那提灰系 你发觉它今天没有涨 很好 小跌级吗 离五日线越近 就是给你机会 因为刚才各位同学看到了 从越K的基期是什么 是低的 而且基本面是最好的 那再来自身科 我们讲过 它第一季转2.8 很好对不对 昨天也是拉回 今天拉回 可是你看 到了今天就不一样 就往上攻了 好 那地保也是一样 它一样多 跟自身科差不多 法人已经 马上变成是买超了 所以 拉回到盘下 都是好买一点 因为你看的是它未来 你 有很多